同学您好 请介绍一下自己的房间的小蜜 大家好 我是最终于中央戏剧学院 第一次协命大一新生 我叫张蕊子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校园小记录 先从这里看起吧 是我不想形容碎了月的光 还是你引力太强我失去方向 第一种装作装想一段位一枪 把自己的记忆来疗伤 Jamey, we're up at the end of the line What about lies, Jamiey? What about things that you swore to be true? Jamey, we're up at the end of the line 欢迎来到周时辰的vlog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皮箱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那咱们就开始吧 不洗头必带的帽子 一帽子二帽子三帽子四 这个是出门人的时候经常背的包 然后这个也是出门总背的包 是我们家可说的包 就很心疼这个包 是属于我个人一个小癖 就是我会习惯压箱底 一些收纳带就很好分类 我很爱带发带嘛 然后没有带很多 我觉得只带了三个 就很百搭的这种穿什么都可以带 那就分享一下 好看的发带发型吗 开着 直接皮头带上 打扮麻烦 带上 打个招麻烦 带上 带上再绑着 爱的绑着头 行了就这样了 今天的主题 带大家看一下 跟视频里面不一样的 片尔 哈喽大家好 我是钟茜儿 那个很会跳拉 带一下钟茜儿 这一次我们是在外地 所以呢 我带了特别特别多东西出来 看一下我的鞋子 叮叮 这是我的拖鞋 我的高跟鞋 我的靴子 因为我这样举着呢 有一点累 我准备呢 让我的助理稍微的 给我举一下 然后我们走 切换视角 这首拍摄重要道具 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啊 比如说拍摄 这都是必须要的一个道具 给你们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的衣服 锅子里面都已经塞满了 然后还有箱子里的 今天我的这个vlog 我还是需要有人 能来反注协助我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 一对一面对面的 这样去沟通交流 让大家更能真实的 看到我的性格 现在就可以来问 我想问一下钟茜儿小姐 是你这次来参加比赛 你有想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成绩吗 对这个成绩的话 都不是特别的看重的 然后看重的呢 其实是我在这个的过程中 能学习到什么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这次来 你带这么多衣服来 不会显重吗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些职业舞者 会友的东西 那好的 那我们已经问了 这么多问题 我相信钟茜儿小姐 你今天也累了 就是对那个镜头前的 观众们说一下 好吗 我很开心 我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我也希望 我能在这个节目里面 学习到更多 这就是我的vlog 拜拜 哈喽 各位老师好 我是你们还没有见面的 学员周新宇 在我们正式见面前 我给每个老师准备了 一个小小谜题 因为据我的观察呢 我觉得每个老师 都有相似的动物形象 所以我准备给每个人 画一个卡通动物头像 那我们现在开始画吧 好了 能不能猜出来 自己的头像是哪一个呢 那正确答案 我们见面再揭晓吧 这一次呢 真的很开心 可以参加到这个节目来 我希望能跟各位 老师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也肯定会继续努力 一直不放弃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期待 我的触台哦 好了 拜拜 我要开个晚餐了 这是我们的晚餐 本来呢 我在路上的时候 特别想点一个外卖 像到昨天可以直接吃上了 但是呢 想想出舞台还有几天 我就忍一忍吧 让自己再瘦一点 这样 让机会好看一点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件蛮要挑战的事情 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 被演戏跟唱歌 被演戏跟唱歌 担舞的 Dancer 其实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我真的是 挺喜欢跳舞的 怎么说呢 就是 请大家记得我 我是周思洋 7 一个爱跳舞的 女孩 女生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是一个 爱跳舞的女的 然后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我 爱你呢